最後一段時間,我的 PhD 學生 蘇毅祖,她會教你 R 語言。 我們使用 R 因為我有更多資料。 我們今天有三組會上台報告。 最後一個小時,我的博士生 蘇毅祖,跟各位介紹 R 。 那為什麼介紹 R 不介紹 Python 呢? 因為 R 在發音裡面,各位可以看。 你們可以看他在投影片嗎? Hello? 可以可以可以。 OK。 I have shown you this slide before. There are lots of resources about the Farsi in R language. So that's the reason we are going to teach you the R language. 這三組到了沒有? Hello? 他們都到了。 OK。 他們都到了。 嗯。 那就。 我們。 應該差不多了嗎? 然後。 我們請第一組上,就來報告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就分享。 嗯? OK。 來。 這樣有畫面了嗎? 有。 那我們就開始報告。 嗯。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是。 我是邱怡婷。 然後我和陳鵬凱今天要報告的 paper 是。 Green Supplier Selection Using Farsi Group Decision Making Methods. A Case Studied from the Agri-Food Industry。 這篇paper主要是透過模糊理論來選擇綠色供應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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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帶入一個Case去演示這三種方法如何使用。 最後是分析結果和結論。 由於供應商的選擇對現金流浪和盈利能力有直接影響。 因此一直被認為是企業保持戰略競爭地位的關鍵問題。 供應商選擇和評估的過程非常的複雜。 它的因素包含了定量和定性選擇標準的混合。 定量的話像是供應商的供貨時間。 定性的話像是品質或態度等。 以及整個供應鏈中供應商的廣度和多樣性。 另外日益嚴格的環境法規要求以及消費者意識的提高。 或是購買綠色環保產品的態度的轉變。 因此綠色供應商的選擇要求將環境標準納入傳統的供應商選擇的實踐和方法中。 像是碳足跡或者是排放啊能源效率。 水的使用和回收計劃等。 這些都會增添了選擇供應商的難度。 因此這篇Paper它使用了多標準決策。 就是Mutter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它旨在將一些環境因素納入常規供應商選擇模型中。 並比較三種比較流行的多標準決策方法。 包含了這邊的Tapis還有Vicor 還有這個灰色關聯的GRA。 這裡會用這三種模糊機來決策供應商的原因是在於 因為有很多的頻段標準都是定性的是模糊的。 所以想要透過模糊機來解決與決策不定性有關的擔憂。 而最後我們的案例是使用實際的數據 帶入三種決策方法。 為農業食品行業的案例公司選擇了綠色的原材料供應商。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主要是分別介紹Tapis、Vicor和GRA 三種模糊方法的計算和使用。 但因為這三種方法是基於先前上課所學的三角模糊數。 所以我們這邊會先快速的複習一下。 三角模糊數它有四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呢就是在定義LUN 如這張圖所示L到N的它的過程是递增的 N到U是递減的。 然後第二個定義呢它是加減乘除的運算。 就是這邊這個上課教過所以就不再贅述。 第三個定義是AB兩個模糊間 它們的距離公式就是如這這邊寫的。 然後第四個定義呢它是將一個模糊機轉為一個明確的時數。 另外在這邊我們將N定義為供應商選擇的數量。 就是我們有N個供應商可以選。 N的話是決策標準。 就像是我們要把品質啊或是服務速度等 納入我們決策的一個因素。 然後K的話是有K一個決策者。 決策者代表著針對每個決策標準給予評分的人。 然後在這邊的第一個公式XIJ呢 它是整理每個決策標準的評分。 它將每個決策標準得到的分數加總除以決策的人數。 就是這個K除以決策的人數。 就可以計算出每個決策標準獲得的分數。 然後呢在這一個公式W的話它代表是權重。 因為每個決策標準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樣的。 就像可能比較重視品質啊或是速度等。 那它如果比較重視品質的話 那品質它的權重就會是比較高的。 而下面這一個矩陣呢 它就是將各項的決策標準分數乘上 該項決策標準的權重來獲得最後的分數。 而右邊這兩張圖呢是將決策者 就是那個K給予的定性結果轉為定量的。 像上面這張圖呢它就是針對決策標準 你去給予它的評分。 像如果決策者給它的是very poor的話 那你得到的分數就是012。 012分別代表的就是三角形中的LUM。 然後下面這張圖一樣是將定性的權重轉為分數。 上面是決策標準下面是權重的部分。 像如果我們是給very low的話 它的分數就是0,0.1,0.2。 一樣就是三角形的LUM。 所以之後我們會透過這兩張表 將定性的模糊即轉為定量的。 然後這兩張圖就是將前頁的數字轉換為圖示。 左邊就是等級的評分, 右邊就是權重的評分。 像前面說very poor這邊是寫012嘛。 所以在這張圖的話它就是一個012的三角形。 接下來我要開始介紹三種模糊決策的方法。 然後因為這邊的式子很多, 會讓人感到混亂。 但它的計算方法其實是很簡單的。 所以這邊我會講快一點, 後面直接帶入例子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topics。 它是這個理論呢, 它是基於最佳的替代方案。 就是它應該要與負理想的解決方案之間的距離最遠, 而與正理想解決方案之間的距離最短。 而這個R呢, 代表的就是標準化決策矩正。 裡面數值的計算方式是每個模糊基的LUN 去除以那項決策標準的U, 就是第一個決策標準假如是品質的話, 就是它最大的那個值U嘛, 去處理它。 然後呢, 旁邊計算出來的決策矩正呢, 再去乘上權重, 會得到V矩正。 然後A加的話, 代表是V矩正裡面最大的值。 A減的話, 代表是V矩正裡面最小的值。 D在計算每個方案與正理想和負理想間最大的距離。 DI正就是正理想, DI負就是負理想。 然後最後我們用這些距離去計算靠近指數, 就是最下面這個公式CI。 靠近指數它是借在01之間的一個範圍。 然後如果它的數值越大的話, 會代表它的方案是越好的。 然後第二個要介紹的是Vicker。 Vicker呢, 它是根據各種可能發生衝突, 且不可比擬的選擇標準, 對一組備選方案進行排名和排序。 像看到這邊的公式的話, F是最大的XIJ, Fcircle是最小的XIJ。 這個XIJ呢, 就是基於前面的三角模糊計算出來的每一個供應箱 針對每一個決策標準獲得的分數。 然後再用得到的這些Fstar或是Ustar之類的, 去計算這個DI, 就去計算它的距離。 距離這個公式呢, 是用最大的F去扣掉每一個供應箱, 針對每一個選擇標準的分數, 除以最大的U, 減掉最小的L。 就是這個公式。 然後呢, 旁邊這個S呢, 是它去乘上每一個決策標準的權重。 然後R的話, 是它, 是最大的, S這個集合裡面最大的值。 另外呢, 我們要計算Q值來對公路相助選擇排名。 前面用到的那些符號F啊, S啊, 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計算這個UQ, 因為要找出Q值才能對公路相進行最後的排名。 然後呢, 它也是一個包含LUN的一個模糊機。 然後第三種方法是灰色關聯GRA, 它只在顯示替代方案和理想的替代方案之間 發展趨勢的相似或不同程度。 如果替代方案和理想替代方案之間的變化趨勢 它是一致的, 那麼就表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如果他們的變化趨勢沒有一致的話, 就表示他們的關係等級是比較小的。 首先那下面這個公式呢, 它跟TAPIS一樣, 它是先計算決策, 標準決策矩陣, 用LNU去除以模糊機裡面最大的U。 然後呢, 這個大R的話會是R, 就是這個決策矩陣裡面最大的值。 接著計算這個ZETA, 它就是一個那個關係矩陣係數, 就是GRA要用到的, 就是要衡量他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呢, 但是在計算這個關係矩陣係數的時候, 會用到這裡面的式子這個, 它代表的是距離的部分, 他們用到了最大和最小的距離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會用到先前三角模糊數理論的第三個定義, 計算出距離的部分。 然後呢, 最後是它的權重和係數矩陣的相乘。 如果計算出來的值越大, 表示它是越好的選擇方案。 所以前面介紹了三種模糊方法, 接下來我們要帶入一個實例, 然後來演示這三個方法。 接著是案例的部分, 這個案例公司呢, 它涉及了食品行業中一系列的食用牛產品的生產和供應。 首先呢, 它透過了初步篩選確定了可以用的供應商。 它包含了四家橄欖油供應商, 和三家棕櫚油供應商, 和三家向日葵豆油供應商。 其中葵花籽油和大豆油共享相同的供應商。 然後呢, 它的四個決策標準在這裡, 分別是服務水平、質量、價格和EMS的綠色標準。 就是因為環保一級, 所以才會把這個綠色標準, 納入為其中一個評斷的標準。 然後呢, 我們的決策專家有三個人, 就是我們用到的K。 然後左邊這張圖呢, 是評分的結果。 我們看這張圖, 最左邊呢, 分別是代表是三個產品。 然後每一個產品它都, 我們都有三個決策者去評分。 然後這三個專家呢, 分別是對四家供應商評分, 就是這個01到04。 然後呢, 這個評分是定性的, 如同最一開始呈現的fair very poor, 所以像這個f代表就是fair, good,g就是代表good, 就是對應到前面的這邊。 就是我們它給專家評分出來是定性的, 我們要自己透過這兩張標準為定量的。 然後呢, 像右邊這個x的話呢, 就是每一列代表一個供應商, 就是橫的是供應商。 然後每一欄直的, 這個直的代表的是四個決策標準。 所以這個第一個直的就是第一個決策標準。 它的計算方式就是透過先前的表相值轉回量。 就像這個2.3呢, 就是三個決策者對, 所以第一個供應商就是DNE對到這個01, 這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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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去對應到前面的那個表, 然後去取出數字, 然後再去給它平均。 像全中也是一樣, 像0.7呢, 就是這個high加上veryhigh, 再加上high, 然後換算成前面之前的表去平均二來的。 而因為後面三種模糊決策方法都會不斷的用到你最一開始的, 決策分數跟權重。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一直測回來看它的決策分數跟權重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把帶入的模糊方法是TOPIS。 所以我們要用前面的就是前面TOPIS的這個公式, 這些公式我們要用這些公式去計算。 然後第一個呢, 我們要先計算的是R, 決策標準舉准。 它的計算方式呢, 2.3, 3.5, 4.3是來自XEE。 就是這個2.3, 3.5, 4.3。 然後呢, 除上這些UE, 就是第一個4.3, 8.3, 5.6, 4.3呢, 代表的就是第一個決策標準最大的U嘛。 就是他們的U, 最去除以。 然後呢, 會得到這些值。 然後呢, 因為針對每一個公益商和決策標準, 我們都可以這樣子計算得到一個舉證。 然後呢, 我們要去乘上它的權重。 權重的話就是像乘上0.7, 0.83, 0.93, 就是來自於第一個決策標準0.73, 0.83, 0.93, 然後透過每一個公益商對每一個決策都去計算, 然後它會得到一個B舉證。 然後呢, 我們要從這個V舉證裡面找出最大的值A加和A減。 我們可以回到剛剛的, 就是我們從V舉證去找出它的最大的A跟最小的A, 然後去計算它的距離, 去計算出它的關係距離, 靠近指數。 所以像A加的話, 最大的話就是0.39, 0.52, 0.66。 第二個呢, 0.33, 0.43, 0.57, 就是來自這個裡面, 第二值行裡面最大的就是這個。 然後A減也是一樣, 第一個決策標準裡面最低的可以看出是0.14, 0.25, 0.34, 就把它寫在這邊。 然後我們所有找出之後就是計算距離低。 然後呢, 每一個決策都是供應商的LMU, 相減平方總和除以三開根號。 所以就是, 你計算出的0.11, 是屬於這個0.39, 0.52, 0.66, 再入距離公式去計算, 你會得到第一證, 就是你每一個第一的證負都要去算出來, 最後帶入這個靠近指數的公式, 就是前面這個靠近指數的公式, 然後你就會得到0.271。 就是這邊的計算呢, 就有呈現, 就是第一個供應商對第一個決策標準, 然後就示範第一個而已, 然後後面的計算的話, 就是呈現在這張表。 就是如果所有值都去計算出來的話, 會得到這個結果。 這是第一個TOPPS的計算方法。 然後第二個, 第二種模糊的決策方法是用Vicar計算。 然後呢, 我們回到它的計算公式。 首先它要先找出最大的XIJ, 最小的XIJ, 然後再入距離公式, 找到R, 然後計算它的那個權重。 所以呢, 我們先找出它最大的XIJ和最小的XIJ。 這邊看到最大的XIJ是6.3, 7.3,8.3。 就是來自於這邊, 我們看到它最大的XIJ是6.3,7.3,8.3。 然後我們先看最小的話, 就是2.3,3.5,4.3。 所以這邊是2.3,3.5,4.3。 然後就是一樣, 每一個決策標準都去找最大跟最小的。 然後呢, 我們是代入D嘛。 D就是最大的F, 減掉每一個XIJ。 這邊是做第一個公益箱, 第一個決策標準。 所以就是用6.3, 這個1.3,8.3, 去減掉2.3,3.5,4.3啊, 去除以6.3, 減掉2.3, 會得到一個值。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公益箱對第一個決策標準。 所以你每一個都要去計算, 這個的話就是第二個公益箱對第一個決策標準。 這個是第二個公益箱對第二個決策標準。 所以算出來這個矩陣D之後呢, 我們就要, 我們算出來矩陣D之後, 這邊呈現出來的我們是要去乘上它的權重。 所以權重的方法一樣是0.33, 0.630和1這個的話, 我們要去乘上第一個決策標準就是0.73, 0.83,0.93。 如果第二個決策標準就是乘上這個權重。 然後計算出來只會變成這樣, 就是一樣每個都去計算。 然後呢,接著S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回到公式的地方。 這個J它是去semission所有決策標準的分數。 所以呢, 我們就是從0.24-0.11,0.03-0.05, 這個加起來會等於0.11。 其他的一樣就是這樣子總和去計算。 而R的話就是加權後的決策標準矩陣裡面, 從供應商找出最大的決策標準分數。 接著這你的S star跟R star就是矩陣裡面最小的值。 所以像這邊可以看到是-0.58,0.34,1.71。 然後R star的話呢, 這裡面是0,0.23,0.6。 然後S OU則是最大的U,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是3.24。 然後R OU的話是0.93。 接著呢, 我們要計算的是這個Q值。 對我們供應商的選擇做排序。 所以呢, 我們會先帶入前面剛剛看到那個公式。 像前面它的這個, 嗯, 前面這個系柱的話, 它就是來自於這個公式。 因為我們的公應商, 我們的N代表是決策標準, 然後我們的決策標準是有四個嘛, 所以我們就會帶入四個嘛, 所以我們就會帶入四個會變成八分之五, 八分之五的話就等於0.625。 所以就會發現我們係數就是0.625。 就是把所有的值都帶入公式去計算。 然後這個是, 這個就是計算所有東西計算出來的結果。 因為像剛剛我們還是計算了第一個供應商店, 跟第一個決策標準。 然後接下來我們第三個模糊的方法是GRA。 它一樣是先算出決策標準矩陣, 然後去找U陣, 然後去算他們的, 用他們的距離去算出他們的關聯係數再乘上權重嘛。 所以呢, 我們要先找出最大的U, 然後剛剛前面已經找過就是4.3, 8.5, 5.6, 4.3這部分。 然後裡面最大的數值是8.3。 所以呢, 我們的分母的部分就是放8.3。 然後2.3, 3.5, 4.3就是來自於第一個決策標準你得到的分數。 然後這樣子做相組會得到R。 所以全部的計算出來, 然後再加上RG真。 然後這個大R呢, 就是RG真中每個決策標準獲得的最大分數。 像第一個決策的話就是0.76, 0.88跟1。 第二個的話就是0.7,0.85跟1。 然後呢, 我們會得到了這個R之後, 我們就要去計算距離。 距離的話就是0.76, 用這個, 然後它的U, 它的NLU, 所以去NLU去分別去除, 剪掉這個之後去平方, 然後除以三分之一會得到它的距離。 然後你每個距離都去算的話, 你會得到了最大的距離跟最小的距離。 最後呢, 會, 我們算這個就是為了要得到計算關聯係數的公式。 然後它要使用最大跟最小的距離值。 然後我們最後就會得到關聯係數矩陣。 對,就是這個關聯係數矩陣。 這個是算出來的距離, 最大跟最小的。 然後這是關聯係數矩陣。 然後最後我們得到這個關聯係數矩陣之後, 乘上它的權重,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一個分數。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這個分數進行排名。 所以剛剛GRA的話, 分數算出來在這裡。 然後這張表呢, 是呈現了剛剛三種計算結果的供應商排名。 然後分析的部分, 我換陳鵬凱分析。 嗯, 我是陳鵬凱。 然後接下來我們講到分析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可以知道呢, 它是基於最佳替代方案, 應該與最負的理想距離最遠, 然後最正的理想距離最近。 因此它要滿足這個弱的話, 它現在在距離方面下一些權重的計算上會比較多。 而Vicker的話, 它是因為發生衝突的選擇標準。 不能發生衝突, 因此它在追求像是以最小化來變異。 然後它的加權是在final value的時候比較多。 而透過剛剛三種算法之後, 我們可以得出其實三種算法算出來, 最後的答案是一樣的。 但除此之外, 我們還想更進一步的發現, 除了算法不一樣之外, 這三種說法還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然後我們發現在標準化方面, 其實這三種算法也有兩種不一樣的標準化算法。 嗯, 在Ficker和GRA中, 它是使用Linear的標準化。 而在Topsys中, 它使用Vector的標準化。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異呢? Linear的標準化, 它是在使用原始數據之中, 就直接來做標準化。 那Vector的標準化, 則是用評價之後的單位再來做標準化。 而因此我們發現Topsys居然是使用Vector Normalization來做。 那我們試試看, 像它也用Linear Normalization來做, 它的分數評級會有什麼變化呢? 但我們發現, 雖然它算出來的數值會不一樣, 但我們發現其中它的排名還是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在這個case中推測, 使用哪一種標準化的方法, 與其答案最後應該是相互獨立的。 哪一種標準化比較容易算? 嗯, 還沒說。 應該還是Linear比較容易算, 因為它只要用原始的數據來做就可以了。 OK。 好,下一頁。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計算距離方面, 其實它也有兩種不一樣的算法。 Vector,它是使用CT Blot Matrix, 就是所謂的曼哈頓距離。 而GRI和Topsys是用傳統的歐式距離算法。 而這邊就這樣圖來表示, 綠色的話就是我們傳統的歐式距離的算法。 而這個CT Blot Matrix則是看到紅色、 藍色跟黃色這些, 它是單純的計算, 也算X軸和Y軸, 它的距離也相加, 而不是傳統的斜線這樣算。 而你可以發現 紅色、藍色、黃色它其實算出來也是三個等價的歐式距離。 因為它就是它的直線跟橫線的距離。 因此我們也發現看看, 將Topsys和GRI兩種算法, 也分別用原本的歐式距離和曼哈頓距離做分別的計算。 然後你可以發現GRI在兩種算法中, 數值都非常相近, 因此排名也相同。 然後在Topsys的算法中, 你可以發現雖然它換成另外一種算法時, 它的數值會不一樣, 但它的排名也依舊相同。 然後Topsys因為一直考慮距離最好的最近, 距離最差的, 它就單純考慮這一點。 但它被認為是因為, 就因為一直考慮這樣, 所以沒考慮到距離最遠跟最近之間, 有沒有任何相互的關係。 它也沒有考慮到任何交互作用之類的。 它沒有考慮被稱之為這個方法最大的缺點。 而Vicker法則是在計算替代方法時, 是三種裡面最複雜的。 然後再來判斷, 如果這些數據當中有任何不明確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為了減少不精確的數據所造成的System Ambiguous, 我們會建議比較使用GRA法。 因為GRA法它會將完整的數據設為白色, 然後完全不可用的數據它設為黑色。 部分可用的數據則用為灰色, 然後進行分析, 然後縮小處理不完整的訊息所造成的System Ambiguous。 然後下一頁。 接下來我們來看三種方法需要的時間複雜度。 我們都設定為有, 三種方法所需要的計算所需要的數據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設定為有M個Proternative跟N個Criteria。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最後我們發現GRA它所需要的時間複雜度最低。 然後是12MN加4N加N加2。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它不只是MN最低, 它所需要的N的計算時間最低。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下一頁。 那個M跟N代表什麼? M就是它總共有幾個 Alternative替代方案。 然後N是Criteria。 然後我們結論就是, 綠色供應商它的選擇是邁向它設計和製造過度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然後管理能更具有綠色環境性的供應鏈。 然後現在的綠色供應商大多數都, 建模工作都是採用這種NCDM法, 將它模糊理論的合併來進行研究。 然後我們發現, GRA似乎是這三種方法的首選。 不單單只是計算複雜度比較低, 它也比較直觀, 而且它不需要考慮太多的criteria的數量。 就是假如說N就算很大, 它也是比較容易計算的。 而且它的C3ambiguous也比較低。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嗯, 你以後要報的話, 希望把那個論文的截圖, 比如說是哪個出版社哪一年, 然後第幾頁到第幾頁把它弄出來。 現在我根本不曉得是哪一個期刊, 你們這個是在哪一年哪個期刊發的? 這全部都是來自這篇期刊, 2018年的這篇期刊。 那是論文名字, 期刊叫什麼? 哦,期刊。 嗯。 嗯。 也許, 後面都補上了吧。 這篇。 這篇。 2018年的哦。 嗯。 ok。 所以, 基本上是蠻傳統的發理論文。 就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然後, 掌揾不同的方案, 然後就評教。 所以其實搜穿的你們可以看到 只要你會跑 比如說我們剛才給各位看到R的那些城市 你只要會跑的話 基本上套進去就會解出來了 所以發展也算比較難 但是各位看到這一篇 基本上是拿來用而已 難度不是那麼高 不過他們走這一塊都是這樣玩的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很簡短的說 這三個方法 他們是 比如說 他們的走重點在那邊好不好 用你們自己的口語 Tubbies 你剛才講很清楚 就跟 對了你可以把Tubbies那張透明放出來嗎 有幾個名字可能要稍微說明一下 等一下 好 Tubbies透明片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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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各位看到這個A plus 是代表 叫Pasti Idea 就正理想解 然後 那上面負的話代表負理想解 那這個如果說在正理想解 就是最好情況下 如果說是多目標的話 每個單目標 每個單目標分別考量 那比如說 第一個目標最好是V1 plus 第二個目標最好是V2 plus 所以是正理想解 然後 A plus正好相反 就每個目標單獨考量下最壞的情況 這個是Tubbies兩個很重要的名詞 可能各位要記一下 那Tubbies是根據距離 像跟正理想解越近 跟副理想解越遠越好 那另外 你可以簡單說明說 另外兩個方法 因為兩個方法是比較少聽到 一個是會接的 另外一個是Vico 可以 剛才你們說Vico是衝突性的 對 他是 基於發生衝突 所以他是 選擇一個被選方案 然後去排名跟排序 找出最好的方法 你剛才講衝突 怎麼去定義衝突啊 嗯 例如可能 要滿足 品質的時候 速度可能就會影響到 每個方案個別考量 嗯 品質的話是 一個quiteria嗎 對 那 那是每個quiteria個別考量 還是每個alternative個別考量 嗯 每一個alternative 可是 你品質是一個quiteria 還是 應該是每個 這邊應該是 每個supplier個別考量嗎 對 對對對 每個supplier進行考量 就 先看第一個supplier 第二個supplier 第三個supplier這樣子 對 那 看第一個supplier什麼東西 嗯 嗯 就是 它什麼東西 嗯 比如說它其實是距離嘛 嗯 然後 vico的話是 它就是用它每一個工藝商 就是對這個抉擇標準的最大分數 扣掉最小的去 然後去呈上權重 就是因為用最大跟最小的分數 然後 得最後計算的值去做排名 嗯 最大跟最小 嗯 它的趨勢是一樣的話 那就代表他們關係很精密 如果趨勢不一致 就表示他們關係等級比較小 所以如果關係趨勢越 越接近的話 就是它的關係指數越大的話 就是越好選擇方案 嗯 為什麼呢 為什麼那個 怎麼說明說 如果 嗯 他們趨勢越接近的話 方案越好 是什麼趨勢啊 誰跟誰的 方案跟 嗯 對我們 跟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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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類似理想方案出來 對 理想方案是哪一個啊 理想方案是哪一個啊 比如說你這張圖片 裡面的理想方案是R 是那個 RIJ這個嗎 沒有RIJ這個是它的決策標準 的分數 決策標準 常規化 嗯 然後 那你說理想方案是 你一開始都不曉得哪一個是理想方案 對 嗯 像 它以前 它的 理想起 我們可以 了解它是每個個別 找最好的 那這邊的GRA的話 它的理想方案是什麼意思 是每個方案 是每個方案 還是每個 快遞的找最好的 嗯 嗯 到底 理想方案是怎麼定義的啊 是每個快遞的最好的那個 每個快遞的個別考量 然後 嗯 最好的那個方案 還是 喂 呃 我不確定 那你在用你的法例裡面的理想方案說明 你的法例來說明什麼叫理想方案好不好 這個哪個是理想方案 他是不是因為他的決策標準 決策標準 他是用最大的值當基準 所以他的理想方案是不是就是決策標準的最大 然後去算出他裡面的值 當作 就是 原本的方案去比那個最大的決策標準值 所以大R0是 這個是O還是0 大RO是理想方案還是 不是 哦 他們已經在一開始就去計算了吧 就是 一開始像2.3 3.54.3 這個是 每個決策標準 他已經去跟 最理想的狀況 就是8.3 決策分數獲得最大的值去比較了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 比較出來的值 然後後面只是在從裡面找出 最大的值 然後跟 每個決策標準去找出他們之間的距離 所以他應該是跟最大的 獲得最大的決策標準的分數 距離越遠了還是 呃 不是趨勢嗎 怎麼又變距離 是用距離來判斷趨勢還是 哦沒有 因為他的那個關係的話 他關係用到的這個市值 所以關係是不是距離 因為他的關係是用距離 去找出他們的關係 就是他 這是他的那個關係的市值 然後裡面有用到他的最小距離 跟最大的距離 對 對 呃 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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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對 對 好 對 對 Bao 對 對 對 好 對 然後會再開一個作業區 你們可以再上傳 好 好 然後我到這樣 那還有一位同學要講話 黃提道同學可以講話了 可以 OK 他沒有反應耶 他說他也要問問題 那就先到這樣嗎 好 他說等等 OK 謝謝這位同學 在休學界組同學 抱得不錯 可能第一次接觸這種 不過各位可以知道說其實 我們真的在做相關的研究的話 只是 把那些程式碼 等一下 蘇博士會把那個R的程式碼 介紹給各位 拿來用就好 所以萬一萬一真的不是很清楚裡面的背景的話 這些比如說Tavis或者GRE或者說Vico 我們會下禮拜來介紹 它其實概念也是蠻簡單的 所以萬一 我想沒有那麼多時間了解內容的話 至少要知道說怎麼就跑這些代碼 這些程式碼就夠了 好 謝謝這位同學 那下來是另外一組還是 下一組 我們是第二組 那個黃提到還有要提問嗎 如果沒有我就繼續報告 那我這邊就開始囉 好 請開始吧 我們是第二組 我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 Fuzzy AHP Analysis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 Enterprises 那這篇 論文 的長相在這邊 然後它是 由這個 期刊出來的 然後是2017年的 2018年的 論文 對 然後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你沒有換頁 還沒有換頁 卡住了 卡住了 因為我 我電腦這邊是已經換頁了 現在有了 好 我又切掉了 那有嗎 現在是第二頁 在Outline嗎 現在是 不是 是期刊那頁 等一下喔 是不是網路點心裡面 有點不慢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喔 所以現在是 在期刊那頁嗎 對 你把它播放下去好了 我已經播了 好 我們 有換頁嗎 沒有都沒動 都一直在期刊那頁 恩 恩 那我們退出來這個 編輯畫面的話會有嗎 現在是Outline 那現在是Intradation嗎 對 又變Outline 這邊呢 一樣第三頁 嗯 好吧那我就 就講 講慢一點好了 因為好像他會有點lag 好那 反正這就是我們今天報告 Outline會照著整個 論文的架構走 先從Introduction 然後文獻回顧 然後研究架構 第四章是 結果與討論 然後最後是結論的部分 好那 不知道大家看到 第四頁Introduction有沒有 就是 物聯網 這個詞 就是說 如果我們使用物聯網的話 然後讓物聯網具有人工智慧的話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去更智能 更高效率的 去完成工作 那 因為這部分物聯網是 有 跟網路連線有關係的 那安全問題跟 對物聯網缺乏信心和了解 是目前的 企業所遇到的一個 物聯網的問題 那目前物聯網也是 關於4.0的 革命性的應用之一 那這一篇論文 有列舉了五個 主要的 影響因素 分別是 好 那我們重新分享 不好意思 謝謝 這樣有嗎 現在是Introduction 那現在有換頁嗎 沒有 那先怎樣 我換一個設備 好 好 我繼續講Introduction的部分 那這篇 論文主要就列舉了五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因子 分別是 Connectivity Telepresence Intelligence Security 跟Value的部分 那 這五個怎麼來的 這五個是引用別人的還是他問卷調查出來的 這是我們 後面會 會講到 就是說他有跟12個 對物聯網的領域專家去討論出來 然後研究出來的一個架構 OK 是歷史專家訪談 然後得到的五個 對對對 OK 其實從這邊各位可以學到一個 其實你們可能沒有訪問什麼專家 反正就幾個人討論 就腦力激盪然後就找出五個 但如果裡面就可以寫說跟專家研討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是個技巧 繼續吧 好 好 那這篇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夠協助 中小型的企業建立他們 內部跟外部的IoT框架跟 尋找一些 Essential Courses 好 那就 進入到Literature Review的部分 物聯網一個詞其實是包含說可以連接網路的物件 那也可以擴大解釋成物件之間 他其實可以 相互溝通 那使用物聯網對於72100 畢竟就是會有部分的 改善 那其中這些改善包括是 有形的改善 無形的改善 那無形的改善包括說他的 程序的有效性跟一個 透明度的改善 我們換一下設備看會不會投影比較好一點 有在換設備嗎 有在換 在介紹這邊 有換 你有講話嗎 有看到Literature Review嗎 第六頁 現在第六頁 好 那 就像剛剛講到說無形的改善 那再來 那 有形的改善 就是指說他可以比較 可調整性的生產跟多樣化的產品 那如果將IoT應用於製造業的話 因為 透明的知識在 機器之間共享化 能夠縮小作業員 部門 之間的認知差距 那基於這個有效性跟透明度的話 製造業可以降低成本製造更多 客製化的 產品再更 用更低的成本 好 那 物聯網的最 最終目標 是 提升他的商業活動到另外一個 讓他 不僅是發生在工廠內部更發展到就是影響整個市場在市場的外部 那因為 大量的資料透過網路的傳輸 也會增加企業內部的資料 暴露的風險 那 2016年 這篇文獻說 在 2020年 這個整個物聯網市場會達到 71億 那有許多發展中的國家已經把物聯網當作一個 The next big thing 然後全球很多企業在努力為客戶提供創新的物聯網產品跟 物聯網的 一個服務 好 那 物聯網其實是由 多個 一直的網路所組成 那他應該要解決不同網路之間的安全性跟 連接的問題 那 物聯網的目的是在提供一個 運算設備內 互 互相通訊互聯網的接受儲存 傳輸數據的一個平台 那剛剛有提到 這個 研究會 列出五個重要的因素 那我們下面會 一一的去 介紹 那第一個就是 Connectivity 部分 這個Connectivity是說 互聯網有沒有一個 整合 所謂整合性的 操作界面 讓每個使用者在 使用不同 IoT 設備的時候 都能夠 取得跟看到相同的資訊 那 為了保持這些資訊的暢通 這時候 物聯網 的一個 Backend System 後端系統 就 在這裡面就會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那 第二個 因素 是 Telepresence 就是翻譯 所謂的網徵 它這邊 對於Telepresence 的定義是說 物聯網設備 帶給員工的 主觀的感覺 那這個主觀的感覺 包含說 員工在遠端操縱 或者是監控IoT 設備上所帶來的 一個 感覺 那Telepresence 就是 物聯網中 的一種 服務 他能夠將各個 層級各級別的 員工 Supervisor 在 不同的 地方 不同的辦公室中 同時同步的 監控這些 物聯網的 設備 的設施 然後 同時 做出相應的 決策 那 這篇 2015年的論文 也提到說 如果物聯網產品 具有可靠的網徵功能 它 對於提升消費者 對物聯網 產品的體驗 和印象 是會有幫助的 那 第三個Factor 是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這邊的定義說 當 Operator 需要從 物聯網的 設備 獲取訊息 或是 提供這個設備 指示去 完成任務的時候 物聯網這個設備 它的理解程度 那 理解程度 或者是 它需要做一些 任務的時候 這時候它的運算能力 就很重要 所以這時候 Cloud Computing就 扮演著一個很核心的 一個配套措施 那 如果有了這個 Cloud Computing的能力的話 物聯網設施可以 透過 抓取 即時的數據 然後將它視覺的話 最後能夠分析這些數據 然後 提供決策者做出一個 適當的決策 那 第四個部分就是 Security Security 在這邊作者給它的定義 就是說 員工跟 企業在 跨部門交換訊息時 這些資訊所受到的 保護程度 包括說 信息的隱私 數據管理 跟授權的部分 那 他也說了 物聯網的設備 應該具有四種保護數據的功能 它對於 供給需要有復原能力 對於數據需要有身份驗證 存取的控制 跟保護客戶端的隱私 那 文章也提到說 目前很多企業的 Data Center 其實 都還不具備這種處理 複雜跟大量數據的資格 那 最後一個 Factor 就是Value 這篇Value 是物聯網的價值 那表示使用者對於物聯網技術的看法 包括整個 市場需求 它的便利性跟 它的性能 那2016年 這篇論文指出說 收益對企業的思維方式 和行為有重要的影響 所以 價值的主張是 企業嘗試建構 整個 物聯網 模型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關鍵 好那現在就是 進入到 第三章 他 研究方法的部分 那他整個 研究架構是利用一個 模糊極理論和層級分析法 去建立一個基於規則的 決策機制 然後來評估 物聯網 它的 影響因素 那 你現在第幾頁 我這邊已經跳到第13頁了 畫面還是12頁 撞我一下 這樣子有到第13頁了嗎 有了 好那我就 我就繼續 這個研究是 據模糊理論 跟層級分析法建立的一個 決策機制 那 Fuzzy LHP 是一個分析模糊環境中 多準 多準則決策 一個非常有用的方法 那LHP呢 可以找到權重 然後把這些 紙 視乘是一個 那Fuzzy LHP 就可以將這些點擴充為 線甚至是 面 然後跟精確的估計 這個多準則決策 然後並進行 並進行 比較 好 那 在 這個研究架構 就是長這樣 它分為 三個 層級 那第一個層級就是 它要去評斷 就是整個論文的一個目的 就是它要去評斷 這整個ILT的 Effectiveness 然後第二個層級就是 剛剛所介紹的 五個主要的因素 那 這五個主要的因素 每一個因素都分別 也有它三個的 子因素 所以總共就會有15個在這裡面 好 那就是剛剛老師的問題 就是這邊有 這邊 論文這邊有寫到就是說 它是跟12個領域的專家 去討論 然後來建構出來的一個 研究 架構 然後這邊就是列舉出這12個領域的專家 它所在的 產業 它的年資 跟它的title的部分 好然後這邊這個表格就是它 列舉了剛剛那五個主要的因素跟它分別的定義 那這邊有 分別就是因為剛剛沒有介紹到那15個子因素的定義 那因為這邊 有點 就是 冗長 所以我們後續在分析結果的時候會 再提到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 它在講說 AHP的部分 那這個研究在第一階段應用的是一個 AHP的方法 那它選擇了26位 具有豐富物聯網經驗的領域專家 來參與這個AHP的調查 那 26份 問卷發放出去 其中有6份的問題是 有一個答案不一致的情形 就是它的CI值大於1 那這6份問卷有 就是說請他們 重新去 作答這樣子 但是有兩位因為時間上的因素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最後這份研究所採用的問卷是有24份 然後這邊也列舉出了這 26位領域專家 他所在的 產業部門跟他的年資跟title的部分 那就是這邊這個表格就是他 對AHP 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跟他比重的列舉 跟他比重的列舉 那可以發現呢 這邊 比重最重的是 所謂安全性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 value 第三個是connectivity 那他的每個的效度也都是符合規則 他的CI、CR值都有在 界限之內 對 對 對不起那個剛才那個權重呢是用AHP求出來的嗎 對 你可以叫回商人拖文片嗎 20頁 對 20頁 3張頭很變 39頁 你看看那個權重那頁不見了 對 權重這頁在 這個 這個 所以位的部分就是用AHP求出來的 對 他的FASI在哪邊 他的FASI在後面 OK 好吧繼續吧 繼續講 好 那這邊就是他的一個模糊節理論 他還是先 他主要是 分兩個 區塊就是他先介紹AHP 然後最後再介紹FASI 然後最後再來介紹他 就是運用的軟體這樣子 那這邊會是 等一下那個 剛才那個權重是不考慮法利下得到的AHP 利用AHP得到的權重值 對 所以等一下 然後再用法利再考慮一下 然後再用AHP求第二次 就是他最後 應該是說他最後 就會講個考慮金 對他 他分兩個階段 所以第一個階段文章不考慮法利 對 第二個階段考慮法利 對 但是第一階段是 放的詞是考慮法利的詞 沒有 第一階段這個就是 單純AHP的詞 OK 那沒有考慮法利 跟考慮法利 得到的結果有沒有一樣 呃 就是說因為 因為AHP他只是一個單純的 值啊 那他最後考慮 對他就是一個單純的權重 那他最後 考慮法利 他是把這個權重擴展成一個平面 然後用那個平面去解釋 他的一個結果 這樣子 OKOK 是AHP先做權重 然後後面才是法利單獨的 對 不是說零法利加 HP這樣子 對 他其實是HP 結束然後再Fuzzy 對 OK 那我了解 請繼續吧 那這邊就是稍微簡單的提了一下 Fuzzy 摩托機 理論的部分 那他是一種結構化不消模型的一種 估計器 那他可以解決很多比較現實的問題 或者是在那種情況 零兩可 模糊不清的這種情況下 那這種 Typical的 FuzzySystem 可以由推理系統 立註函數跟一些規則 來 組成 那2000年這篇論文就指出了 就是說跟傳統的程序相比 模糊分析提供了跟數據跟理論之間一個比較 closer的fit 那本研究就是 利用說if then的一個規則 然後把這些 區間分成high moder high moder middle moder low 跟low 這五個階段來 去對他的 值去做一個輸出這樣子 那 他是延伸了這篇2009的 論文 然後 用MedLab的FuzzyTourbar 去做的一個Fuzzy的 程式 那是用Mamdany這個演算法 然後包含一個 隸屬函數跟一組的 if then的規則 那這邊就是 他的 他的隸屬函數的一個長相跟他 對應值的一個output 然後就是說跟剛剛講的一樣 他把 那分成五個區間這樣子 然後這五個區間分別的值 就是他會列在這個表裡面 每一個 這個Mamfactor跟Subfactor 它對應到的Linguish system跟他output的詞這樣子 那最後他去做統計分析就是說 他用了一個FivePoint的Linker 兩表 來去做第二階段的設計問卷的基礎 那這個問卷總共透過email去發放了250份 那總共回收了是162份 那總共有156份是 他回收 是一個有效的問卷這樣子 那理超和Discussion這邊就由我來說明 他說明完了研究架構之後 它會影響物聯網的主要因子跟紫因子 那也收集完了問卷的數據 數據 所以接著我們進行 分析 他利用數狀的層級架構 將複雜的決策問題在一個層級中 區分為比較 比較多個簡單的指問題 那每一個指問題呢 他都可以做獨立的分析 那這個表示做完AHP分析之後 每一個Factor 他的相對重要性 的權重數值 最後會建立Ranking 的重要牌序 那可以看到在MagFactor的AHP分析中 Connecting 等一下 你們可能要關一個人的麥克風 好 這樣可以吧 好可以繼續 那可以看到在MagFactor的AHP分析中 然後 Connecting 還有嗎 沒事沒事 喔好 Security跟Value 它的權重都是比較大的 這個 結果 結果可以從文獻回顧中得出來的關係 是一致的 就是前面有專家是提到說 有形因素 比無形因素還要重要 那企業在要建立 企業要在建立完有形因素之後 才會加強無形因素 那企業的物聯網系統更聰明 更符合 這上面哪個是有形哪個是無形呢 看起來好像都 你怎麼區別 喔上面有寫就是 就是 Connecting Security跟Value 就是它前面專家 就是去分的 所以這五個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 還是 這三個是 蛤 你說什麼 對不起 Connecting跟 Security跟Value 是有形的 喔那是有形的 對 那到底有形無形怎麼定義 感覺上有些是無形的 Value怎麼是有形的 就看你收多少錢 對對對 Security 應該是 應該 有形跟無形應該是說 你比較能夠 配用 你用結果看到的 像Value的話 你可以想說 如果我架設了這個IOC系統的話 然後 你今年的營業額增加是多少 這是你可以看到的 那Security的話 喔 那 Connectivity咧 我覺得Connectivity它可以變成說是 你可以去看你每年的斷線率 就是如果你斷線率越少的話 就是你比較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像那種 網真然後智能化你要怎麼評估你的IOC系統是很聰明 有些人覺得他很聰明 有些人覺得他不聰明 對吧 所以就是比較沒辦法用一個數字去 去那個 對 當然可以 OK 好那我們下夜囉 是聽起來有點怪 好那 我們現在 大家就是 這五個表呢 它是 那個五個 Main Factor 它所屬的 紫因素的 AHP 可以權重分析 那我們先看Connectivity的部分 那Sense Network的權重是相對於其他兩個 的指引數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那Sense Network的意思就代表它在不同的物聯網 設備和項目之間它的轉換是相容的 就是舉例來說你們公司用一個 你們公司用互聯網然後它有一筆 給他 那其他公司 他完成了 跟你們公司的IoT 連接之後 然後我們會 考慮 用戶的IoT設備操作界面 然後在你們公司也可以用你們的系統看到 那這就是 IoT裡面 Connected 就是 HP分析下來是最重要的 就是Sense Network 然後下一個因素網針 是同步性的 它的權重相 相較於其他兩個 指引數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個結果指出在 在雲端中 同步儲存的功能性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們現在要遠端連線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網針就沒有很好 就是我們有遲疑 那在同步的背後 是需要很大的雲端儲存的功能 在成功的儲存同步訊息之後 才需要來考慮不同地方的IoT設備 它對整個企業的性能 就是看它可不可以monitor 或是controlling 然後在右上角智能的部分 這個有通真性的話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它是指 要建立一個演算法 讓它能夠給物聯網系統一個很明確的指示 又或者讓它自己去學習 那能夠增加物聯網系統智能的部分 等這些東西做完之後再考慮 限購Io來做其他的考量 那接下來那個value跟security 就是比較重要的音質都是比較字面上的意思 就不贅述了 然後 持續完兩兩比較之後呢 現在進行Fuzzy的AHP分析 Fuzzy是將傳統的數學的 二元邏輯做延伸 然後 它是將元素和集合 之間的關係 以介於0到1之間的隶屬程度來描述 然後在 嗯 5個main factor中兩兩比較 Fuzzy AHP之後就會出一個 那個 3D圖 那 那個作者是用mainlab 然後 所以 總共有5個main factor嘛 C5取二兩兩比較之後就會有10張圖 那因為時間的因素 所以我就把相同的圖形 就是歸納一起說明 那圖中 X軸跟Y軸的部分 都是指main factor 那利軸的部分呢 它是指對物聯網的 有效性影響 那 這張圖是 對不起 什麼叫有效性影響 一個利軸是 這值怎麼來的 是權重值嗎 還是什麼 跟IoT的相關性 對這個相關性是怎麼得到的 因為AHP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相關性的值吧 喔它是用那個 manlet的法律去跑的 法律2box 對 OK 沒有出方法 那個Toolbox用法律什麼東西得到一個什麼 什麼相關的值有沒有 他只有跟我們講說他用什麼問題 然後input output出來 所以這一塊幾乎都從黑額子產生出來的 對 OK 好吧繼續吧 然後這一張圖可以看到 兩個主因 兩個因素呢 兩個main factor 它如果不夠 不夠強大的話 那它對 物聯網的有效性 是完全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你看它前面 有一個區域都是平的 但是當兩個main factor 它達到MM level的時候 就是前面有講它有分好幾個level 然後他們對 IoT的影響 就會停滯不前 然後只要它超過這個level的話 它才會上升 也就是說 這兩 兩主main factor 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才會對IoT的有效性 就是 產生影響 這個level它有給定值嗎 有在 那個 前面 你是用 mainlab 算出來的 它的那個 前面的那個 有一個圖 它有介紹說它的那個 值跟它的 對應的 level 得到IoT 就是IoT的 就是 的那個影響是在這個 橫走 橫走 然後橫走 橫走 橫走 然後橫走就是它的那個值 然後對應到的那個level 你剛才得到 A3得到權重值跟它 連在一起還是 還是這又是不同的故事啊 它是 好像是把它連 在一起算 怎麼連啊 它會把這個 就是 不好意思 它會把這個 Fuzzy這邊這個 level的數值去乘上它 HP的比重 喔 然後得到的是什麼值 跟IoT的 對跟IoT的 有效性的一個關聯這樣子 所以 乘出來會介於 0到1之間 0到1之間 為什麼介於0到1之間 0到3 1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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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就是 因為HP加起來是1嘛 所以 它這邊在乘以 1到3這個範圍 現在 那個範圍會介於 1到3之間 呃 所以單獨每一項最高是3嘛 所以3成當全中肯定就少一點是3嘛 對啊 對如果每個都是3的話 就是它 最高值就是3 然後每個都是low的話 它最低 OK那但是如果說兩個一起考量的話呢 比如說 Connectivity跟Telebrance 這兩個一起考量 就是你最高值多少 還是3 3 還是3 就是 就是 它有列舉出一個if then的規則在裡面 然後去 去 乘上AHP的比重 然後再去乘上這個 Fuzzy的這個一個value 那if then的部分你沒有放上來的 因為它也沒有 它也沒有給一個詳細的表格在這裡面 它只有說它有一個if then的law在裡面 OK 好吧 繼續吧 這個 這個不是3的 這是到1而言 0到0.5到0.8 到底是3還是 到底多少 後面好像有 它這邊沒有講很詳細說 它這邊的值到底是怎麼轉換 因為它 它有說它 存起來是對AHP跟剛剛Fuzzy的比重 可是它後來又說它 它用了這個Fuzzy的Toolbox 然後輸出紙它的Service就長這樣 不是妳了解 請繼續吧 好 那這樣圖的話呢 它就是 網真去比較跟其他三個Main Factor的比較的Fuzzy 3D圖 那在圖上來看的話 X軸跟Y軸它兩個Factor沒有達到 那個MH level的話它就不會對物聯網友影響 所以 那這張圖是 Security跟其他兩個Main Factor的做比較 那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兩個 因子呢 IoT都會有影響 它前面都是有一個往上的幅度 代表說這兩個因子本來就會對IoT有些影響 是有用的 但是它到了0.5之後就會產生一個自由的平台 就也就是說你再怎麼努力的話它也不會提升 然後這個是Connecti對智能的分析 那可以看到兩個 兩個合併的話它對IoT的影響力特別好 然後再達到MN level的時候它又會有更好的影響 接下來這個是 Connecti跟Security的相比 你可以再回到三張圖片了 因為你剛才說有型跟無型 Intellative其實算無型嘛 所以它影響力也沒那麼大 可是這個Intellative跟Connecti合在一起0.8 上張圖片只有到 你再看三十一張圖片 上一張 這兩個Security 是有型的 然後另外一個Telebrace是無型的 這只有到0.5 所以是不是跟剛才的結論 有型無型 三個是有型 兩個是無型 有點 矛盾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的想法是 你就算有型比無型重要 可是如果你有型的 你達到的程度是0的話 如果你無型的程度 你達到是1的話 那還是 無型的影響力會比較大 現在你加一些條件下去了 對 因為它還有你要達到你的某個Level 它最多放兩個還是三個 你有沒有放到四個 它放兩個而已 剛才看到三個的時候 它怎麼看錯 你說沒有它的X軸跟Y軸都是 兩個而已 就是各 對都是放兩個 然後我 我是因為它的兩個 就是變成兩組 兩兩比較這樣子 是因為Tourbots只能做兩個 如果放三個Tourbots做不出來 所以它就不做了 可能要問作者 所以它只放兩個 對它只放兩個 對它只放兩個 那你會不會好奇說 三個下去的話 效果會 可能又不一樣 兩個是 就是西無取二 全部都是測過的 蛤?你在說什麼? 我說兩個是我的情況 都有把列組合過了 是嗎? 對對對 西無取二 對 那我很好奇 那這個西無取二裡面 兩個最好是 有型配有型 還是無型配有型 還是無型配無型 兩個最好 那我現在來看 應該是 有型配有型 有型對 像在 上升29頁那個 就是有型配有型 它們就可以達到0.8 這是無型配有型的 無型無型 這個也是無型無型的 這兩個很高 這個是 無型有型 它都有 因為connective配value 就是有型配有型 然後connective配 就是有型配無型 你可以放一張connectivity 配value的圖嗎? 這邊啊 就這張啊 這張? 對啊它下面有 你看 老師你看那個圖片下面 它總共會有兩組 是嗎? 你是29頁嗎? 對啊 那我怎麼只看那張圖而已啊? 一張圖然後下面應該有 兩組英文 代表說這張圖 兩個情況都套用 對對 那根本沒有道理啊 就是它們的圖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好吧 好吧繼續吧 好那我們就直接 進那個subtractor那邊 然後它也是一樣 就是我也是把相同的圖 就是歸類進去 然後 第一張圖它總共會有七組 那要注意的是它們的利軸 它不再是對IoT有影響 而是對應它們自己的man factor 例如說第一行那個Standline 跟Sensor Network 就是對它們的man factor connective有影響 那這張圖 可以看到總共有七組分析 一開始它兩個factor對自己的man factor 都是有影響的 但是它達到了mhlevel的話 才會有更好的影響 就是它中間有個停滯的平台 所以 代表說這兩個企業在執行 這個企業在執行這兩個factor的時候 他 等一下你這邊用到mllevel 我記得前幾張圖面看 mmllevel mmlevel是我看錯還是 你答錯 前兩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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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mm嗎對不對 對呀 它有很多個level啊 哦有mm、ml還有什麼 mh跟h跟l 所以三個 哦五隻喔 五個五個 總共有五個 哦這五個 這邊 mm、m、h、m、ml 三個 它上面有high跟low 哦 是三角圖等於五個 對 好 OK 好 下一張 然後這張圖的話 它總共有四組分析 然後可以看到 兩個因子 它要達到ml level的時候 才會對自己的 man factor有很好的影響 但是影響就達到ml level之後 它影響就停止了 這也是代表說 這兩個因素 它雖然有 請等一下 為什麼有時候是mm 有時候是ml 是 一定要看圖書故事嗎 還是說可以從什麼 可以看出一個端倫出來 目前我是覺得是看圖書故事 因為我自己 是喔 在看這張圖表的時候 也是看旁邊的XY軸的數值 然後去 因為它其實沒有明確的說 它臨到 就是 它的那個ml界線值到底是哪裡 然後我就是 一格一格的去比 你可以再看一下那張圖片 就是一開始那個 你剛才給我看的那個什麼GD圖 那個叫什麼 樹狀圖 對的這個 下張圖片 所以這邊可能記不記得 從這邊也看不出來嗎 它中間經過那個 黑盒子 在一起嗎 蠻有意思的 到底怎麼得到那個 嗯 嗯 OK 所以你也只能看圖書故事 對 OK 我想去量它到底是 多 多多才代表ml 那個level 這邊是很清楚啊 它這邊high level是3 可是剛才是0 可是我一直說我在圖片去看 哦 嗯 蠻好 蠻好 不是很清楚 繼續吧 然後這張圖的話 它總共有兩組 那它代表說兩個factor 它要到ML level的時候 才會對自己的MAC factor有影響 那這兩個factor呢 它都是屬於網徵的factor 那它在一開始的話 它會對那個網徵 它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它要到 就是它前面那個 靠近領的地方有個小斜坡嘛 就是一開始就會有一點影響 但是它到ML level的時候 才會有更好的表現 這也代表說 這個企業在執行這兩個因素的時候 就是你一定要持續改善 如果你沒有持續改善的話 它就對網徵的影響就會停滯了 那這張圖可以看到 就是也是說明 一開始它雖然有影響程度 但是要一定要到達 特定的level之後 它才會有更好的表現 那針對上面25張圖的話 做的總共有統計 12個小結論 包括要到達特定的level 才會有更好的影響力 又或者是有最初的影響力 然後要持續改進 這些都是前面的圖 統整出來的小結論 它其實沒有延伸的概念 所以我就沒有加以贅述了 因為都是統計 就是統計出來的結果 這應該不是統計吧 就是看圖說故事 對就是看圖說故事 講出來的小結論 然後根據第二階段的問卷調查 那受訪者它的資歷水平 就大於10年的 跟大於 跟5至10年的大概有60% 那其中有高達43% 是高級經理 44是中級經理 我們會透過 這個作者 他就透過統計產品 與服務解決方法 SPSS 然後進行分析 他可以發現 他的克隆巴赫的 阿法性度也是高於7.5 也就是說非常可靠的 但他這邊也沒有說 他是怎麼算出這個性度來的 他就是直接給我們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 那個根據什麼表格得到的那些詞出來 你說那個阿法性度嗎 對啊 其實根據哪個表格 那個 克隆巴赫 什麼呢 克隆巴赫 克隆巴赫是 不是 那是算出來的結果嗎 應該是 有另外一個 數據進去 然後克隆巴赫算出來 阿法性 你克亮表 你要問這個嗎 還是要問 我也好奇 因為他用到reliability analysis 所以 可能有些東西可以 可以做的 但到底是什麼數據進來 會得到這個表格 應該是 他前面講說 就是 他依據這個結論 然後發放了250份 250份問卷 然後去給這些受訪者 去填那個linker的表格 然後去算出來的 是 嗯 OK 就是他前面有說 他有一個5 point的linker的 的scale 然後他依據這個結論 然後去給那些人 去做一個評比 看他們認不認同這個 這個conclusion 然後去算出來的一個值 這是事後的 因為你已經講到conclusion 對 因為他這個算是 所以他基本上 聽你這麼講 他有至少分兩段 第一段是收集資料 做分析 然後到極廣 然後再重新給這些做 呃 捨備的人在看影片 看他同不同意 是這樣子嗎 應該說他分first stage 跟second stage first stage就是說 他去呃 跟領域專家去討論 然後去做一個比重的計算 然後第二算出來之後 他再透過email 去發放250份問卷 就是不是跟前面做訪問的人 就是他另外發放250份的那個linker 量表做問卷 然後去驗證他的這個效度 哦 呃 所以是把專家學者意見 發給這250份的 受訪者 看他們同目對你專家的意見 對 對對對 呃 那所以這個是 不知道 比我安西斯是12位專家 的 還是說 這個這是什麼 12位專家嗎 這是12個conclusion 就是呃 前面這些 他利用了那些圖表得出來的一些結論 然後他們依據這12個結論做問卷 然後看這些收到問卷的人 同不同意他們做出來的這個conclusion 這樣子 哦 OK 嗯 所以 他們就同意是對呀 就是他他有那個五點啊 就是他他不一定他可能覺得很認同 然後他就填五然後不太認同 OK 好那我當然多一點點啊 好吧繼續吧 然後他這個表啊 他是顯示他每一個結論的統計結果 他在這12個結論當中最小的平均值 他還是有那個高於他ranking的均值 然後再看他的t-value跟p-value的話 可以推論出 呃結論123470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這個在後面的conclusion會拉出來講 然後接下來進行結論的部分 那物聯網在現今的發展和設計中可能會 就是已經可能會重塑了他整個行業 那不論是在哪個行業中 物聯網都會有深遠的價值 那根據某一篇報道呢 他說物聯網 要在企業內部創造價值有兩個基本的元素 一個是connected production 然後一個是connected business process 那物聯網連接產品 他就意味著企業可以將新的物聯網功能和服務設計 到新的產品中連接來改善 那物聯網連接的流程就是意味著企業 他可以使用物聯網通過更好更聰明的訊息傳遞 來改善內部的營運 此外呢這項研究有將物聯網的有效性分為 有形跟無形的兩個維度 那從AHP分析來看的話 有形的維度是比無形的維度來更重要的 那這個觀點不只就是由前面的專家提出 然後後面有實驗的數據為證 那這張圖只是想要表示 是一些sub-factor對於man-factor的重要程度 那這個在前面的result and discussion 就有討論過了 那作者指出呢在這項研究 這項研究在管理上的幫助下列三點 第一個就是在物聯網環境中改善設備的兼容性 全程內部會在初階段提高互聯網連接的效率 但是企業還是要持續的改善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第二點就是訊息的同步和物聯網設備運行 讓物聯網的網真有更好的表現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人工智慧呢 它比雲端計算還要更重要 因為人工智慧它是會建構複雜的演算法 然後讓設備比較聰明 但是雲端計算就是主要基於硬體基礎的架構 相對而言比較容易 那以上三個結論呢 我認為都是前面提到的 所以沒有必要拉出來說是對管理上有幫助 那另外下面這些是對這篇論文的一些看法 那我認為問卷收集的方式呢 它有侷限了這個研究的廣度 它的數據是主要是基於台灣中小型的企業 所以會導致這項研究的研究 這項研究的範圍會有些局限性 所以在未來可以考慮其他的一些行業 例如服務業啊或者是農業 也都可以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另外呢它還有一個就是老師剛剛有提到的 它其實沒有很明確的講說 它的有形跟無形是怎麼定義的 這也就是從專家口中講的 就好像我們聽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分辨它到底是 怎麼分有形還是無形 但是這篇論文它提出的所有的因子 都是用大量的文獻去驗證它的合理性 並在結論還有假設中能夠相互印證 成功的收尾 那它這個論文美中部主的地方就是 它只有結果的呈現 它並沒有做什麼延伸的結論 大概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主報告 謝謝大家 請大家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就換下一組 我們就換下一組吧 我們就換下一組吧 我們就換下一組 我們要開始 to do the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and so our topic is about 5G system and time window applied to separate service network problem under a multi-demand random network which this paper is coming from Cha-Ling Huan, Xin-Yuan Hwang and Wei-Chang Ye and Jing-Hai Wang in the electronics paper of 2019 so this is the paper and today we will d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per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 this paper and also research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model and experiment that being as being conducted in these studies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so from the introduction so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romotes the key human development links such as the production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resource exchange so since light cities continues to expand so it's let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in each citie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so for a bad traffic network design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cities so it's importan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cities to develop a goo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do the optimiza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so in past score so the many research have been conduct in as like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of the railroad traffic network with network reliability by establishing a random network model with reliability and transit time obeying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but these studies consider that that would have different states under different traffic such as general congestion or smooth and so forth so different sets reflect the different reliability to meet the traffic situation henc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exact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to express its states and it's impossible to use probability to express the state of traffic so the moti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more reliable or complete model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as the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railroad problem hence it can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for the research objective in these studies is use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method to solve traffic network problem and is improve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by using the 5g system and time window to to construct the network model and it's improving the shortcomings of class traffic network to make the model more closer to actual network condition so it can solve more complex network and it's also give the user reference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the real network system by network reliability and it's also establishing a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ffic and reliability using the facility using the facility and this study also propose a model that consider the user's requirement for surface time reliability the concept of surface on tim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twork traffic and time impact reliability so let's uh move on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 this study is the author uh proposed first for explaining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which is proposed by like more f and shannon ce in 1956 and uh in these studies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that being proposed by them is being divided into two which is uh no they evaluate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in the binary state first so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is now is divided into two which is the binary state network and multi-set network and in the binary state network it's just uh like a network which is only a lot of transmission are on it's not only like two states which is success or failure and for the second is the multi-state flow network and a multi-state flow network is just based on binary states but the transmission on its is the current data okay so what we see here is on the local resource need will make uh all those in sustain andikes will be transformed so which is uh and to the goods in the точ身인가 matrix whether this mergend forces theAhn up streaming technologiesis fire flows to be and i think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ove to say webcote.network variable assessment is a network model that combines supply requirements into source node and syncenode and it calculat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meeting network demand by the users. And it also explains that network variable calculation can be defined into two measures which is the inclusion expression method and some of this joint product method. And so on for the previous explanation is coming from the paper that being cited by this author and it's coming from year 2009 till year 1956 and i will not do further explanation for each of this paper maybe we can go through now and so for the fagi theory the fagi theory is the fagi is an emerging mathematics which is proposed by the la jate in 1965 and it is like the fagi is like a way of uh simplify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in humanistic way of thinking so every human can understand its problem and also it's being proposed by mandel 1995 which defined the member function is due to people and this means uh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person's feelings adjustments and some subjective maybe thinking and also it's also described of the member functions in four kinds with which are lambda type s type g type and the pi type so uh for this member function membership function will use it will be used in these studies and for the fagi theory is also coming from taiwan tongue in 1996 which focus on the reliability of evaluating the binary states of its component and lee kepper casey developed the multi-state fagi variability based on the basis of the better state fagi variability and coming from clear umb and costco and dave and costco b and both of these will be used in these studies for the fagi logic and infer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fagi system because in the next states we'll do the fagi system construction we will be using this fagi logic and do the inference and we'll do the diversification to get the probability and it's reliability of the network and for this dave and fuller and also bridge uh this is like the applied reliability in many different fields like from dave is coming from the imax reconnection and fuller jiman kg is like a fuji reasoning for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problem and bridge sm from 2000 is coming from data mining problem and so this studies is also using the time window and in this time window they represent the customer demand for the time or the service period that the service can order or provide um coming from becker it in 1983 he proposed that the concept of time window constrained by the establishing the earlier start service time and the end service time condition in its network node and it's also proposed by solomon mm in 1987 which introduced the time window into the vehicle working problems and in chen lee is present two additional models with penalty delays when studying parallel schedule studying parallel machine scheduling and in solomon and desiris so here is he proposed the variety of of time window concept and divide the time window into two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elasticity and the soft time window and hard time window and in these studies we are using the hard time window and for the graph you can see the example in the bottom left here the pt hard time windows which is just like the uh time step function okay and we'll go on to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here so for the in here you need to know this framework i think this is the important part in uh to understand for this chapter because this is like the summarization and in step one we'll have the input of a network and in the step two uh step one and step two is just the same it's not less uh input but in steps two this is uh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uh user which is the basic data of the art the fudge function of its art scroll and time and the time and the fudge function value of its reliability are provided here and in step three to make it simple it's just do a const uh make a constraint to do the step four which is uh we need to constrain its uh its law like the composite conservation law and its need to make the uh its network may not uh exceed its maximum capacity of flow so when in it and in step four they will generate the dmp candidate solutions which is using the exhaustive search which means like a brute force but it's need to satisfy the theorem one lemma one lemma two and equation seven so i will explain this in the next slides and after we obtain the dmp solution we'll check the eligibility of the dmp solution by using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which is provided in the colliery one and also after we check is suitable for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it means that the dmp solution have uh no redundancy in the solution and it's only the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use the dmp solution and we will go further to uh meet the time window uh for the dmp solution because it's a demand from the customer needs to satisfy the time when you transport something from like let's say from taipei to sin 2 we need to have a time range that provide it to the customer and maybe the customer will demand us like uh maybe you can deliver in one day i want to arrive it in one day so this is what the time window will do in this step and for the step seven after we make sure that it's no redundancy in the dmp solution and it's made the time window and we'll do the reliability uh classification uh classification not not the classification the fudgy system construction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of its node after we have a reliability of the eight nodes in step seven and we will have uh substituting the fudgy set operation into the principle of this placement to find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that satisfied the 10 windows by equation 12 and after we get it and we will do the fudgy mathematical uh implementation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and so this is the notation that maybe we need to memorize from here or no we'll uh pretty confused for the next further explanation an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here we can see the sk sk is for the the flow of its uh arc on the node and we need to know the definition of a v a b and c v a b and also the wake and the lambda which is delivery time from a node to the b node and so on okay uh for the what uh this is the example of the network which is uh this is node one and node two and node three is the transit node which have the because it's uh a row is uh pointing two to thre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directed graph and for a verification this is the mp which uh later on will be the minimum pad and f mfn which is a multi-state flow network and dmp is the meet the demands of minimum pad set okay then for the 3.1 and this is the basic data that what i am stated in the what the author stated in the step two and here's the basic data which have the shipping time in lambda and the alpha k and the probability rk and this is the capacity which is already provided and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flow and time for its arc and this is the reliability so uh this data of table two will be used as the fudge function of time and flow and we will do the inference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here and so this is the theorem one that has been stated when x factor is dmp it needs to follow these two conditions which mean that this factor meets the various user demand and also it's test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in the calorie one so for lemma one is like for some summarization it's like just only find the demand of various users in its path so every path of the network and every flow may not exceed the maximum capacity which is uh like for if in e1 the maximum capacity is three so we need to make the constraint uh constraint here and after that which is in uh from like equation two and equation three just like doing the submission here and it uh show you how to find the transferable quantity which satisfy the demand of its user and find the dmp candidate solutions so here we will generate the dmp candidate solutions and also we will find and in the lemma tool is uh mostly explain about how to find the dmp candidate solution based on these these equations and so for uh the i will skip this part and go through the check the dmp candidate solution by using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here so there may be a non-minimum feasible solution tha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in omega x which is this here we have already sorry in the step above we have already generated the feasible solution but maybe it's not meeting the minimum criteria of the visible solution so by using the comparison we'll do the filter we'll filter out the non-minimum feasible solution and after we filter the result will be the dmp solution so here's how the author stated to do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here and like uh just setting all this is like the algorithm which is from setting the previous dmp candidate solutions as a p and will generate in addition these studies will have to set another uh set with i but it needs to be empty after you setting the i with empty and you know checking the it uh one by one like uh i think it's like um bubble short but it's the bubble short that have been improved so the complexity of time is more or and i think it's not the linear time here yeah and for the time window limit processing here is like to do the limitation of of the hard time window is used to process the dmp solution which meets the user time requirement and if the time exceeded the maximum tolerable range then the user not regarded this solution as the feasible solution so it will be marked as the invisible solution and this must satisfy the theorem 2 which is the factor satisfy the calculator algorithm and will do the calculation of time here but i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here is the lemma tree before we doing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ime and i will show you the figure 5 to let you have the picture of how we will calculate the time so uh the process time here is from the node of a minus one let's just assume this as the start nodes and the b is and the a here is the node that we would like to travel and after we uh to counting the arrival time so here's the process time and this is the arrival time that i've mentioned which is the av of a minus a and the time windows also have the constraints of which is etb and ltb here is etb is the lower limit and ltb is the upper limit and to calculate the b here we need to do the arrival time which is added by the ft is the flow time and the flow time function here is the weight is the weight is multiplied by the flow of its source in the arc which is being added by the transit time to generate the arrival time of a a b of in the field road and so in lemma 3 we will first break up in this to sum to summarize uh we just assume the cv which is the process time of the node in the source node as zero which is c11 as zero and before we're doing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ime windows to have uh calculate whether it is eligible or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time we will split up the network into two and this is just the assumption solution which already uh fit the dmp solution let's x1111 so we'll split split it like e1 and e2 and e3 and e4 here to calculate it further okay then in the equation nine which uh the requirement that i have stated before with uh how to we need to calculate the a a b in the v road v road here is just like uh in the first solution okay and this is the uh satisfaction that you need to satisfy and for the c a b and in the fero we need to have made these three kind of cons uh consideration so the lower limit the arrival time in the a to b needs to satisfy the lower lip in the constraint of the lower limit and in the constraint of the upper limit and for the lower limit if the a vb is below the lower limit it so the packets or the things that you are transport need to wait until it's satisfied so the time will be used here is the etb so it will also choose the etb here and if no and if there is not access so the around the process time is not meeting up the consider the uh the not meeting up the uh requirements so we will not consider it as the infeasible solution so for lemma 3 is like the apply of the fudgy system construction which is we'll doing after we gain the dmp solution which has already uh satisfied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and the time windows will do the fudgy inference fudgy roll base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of its part its arc okay and for the fudgy system construction what you need to remember here by this author is uh like first we need to define the input and the output variable and this model will use to input and a single output control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it's established the fudgy roll base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of input and output and also they do the inference like in figure nine and i will explain later and the defectification using the equation 11 till 12 to calculate its arc reliability and apply fudgy intersection arithmetic to uh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the fudgy intersection arithmetic i think we have i thought we have already done in in the previous homework and maybe there is no problem here and for the figure six here and this is the fudgy func the fudgy flow function and this is time fudgy function and after we getting uh the equation from both of the flow and the time and we'll go through the reliability to get the exact point of the calculation of the probability which is we get the digit in number and this is the relationship of between the reliability of flow and time if you we get the low low and short relationship is the very height in reliability and also to calculate it and in this method it apply the minimum inference method with using the the center of area methods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calculations and let's suppose that the domain of the output attribution function c falls between the a to b and we can do the integration to the y axis and to be divided by the y axis to obtain the y value of the reliability of its arcs and after we get the reliability of its arcs we can do the fuzzy intersection arithmetic formula which is like uh how many x possible solution and we'll do the union section so let's go to the experiments that being uh defined by the author here is uh there's two problems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single time window and single surface network where is your partners pardon your partners you group members they don'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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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 day said that only people present so we told the only one p present huh all righ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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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uh let's move on to the experiment here and the problem the first problem let's go to the first problem the first problem here is the single time window and the single surface network and in this problem the network user demand is uh three and uh slide show in figure 10 here and the demand here needs to satisfy the in the not four okay for the slip for the set of simplicity just remember it that way okay and in the table five uh for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ts arcs and this is will be provided before we do the calculation here and uh maximum capacity have been marked with the red box here for the set of simplicity and like uh in the problem which we need the fudgy function value of flow and time and this is from b1 and b2 and b3 is the fudgy function value of flow and from b4 b5 and basis is the fudgy function value of time of its arc we will uh do in the further for the fudg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is is the fudgy function value for the reliability for b7 8 9 10 and 11 here and also the uh from the step one we'll do the uh capacity requirement we define the capacity requirements which uh it's uh it's uh for the simplicity the author make the x possible solutions of its x1 to node 2 and x2 uh transfers from node 2 to node 4 to become x11 x1 x2 x3 and x4 and the upper limit transport of the maximum capacity is m1 m2 m3 m4 which is i have been red box here so it's three four and three so it's need to meet the capacity requirement here so it may not uh be upper and exceeding the maximum capacity and it's also need to meet the customer demand requirement which is the x1 plus x3 needs to be x uh needs to be three and x2 plus x4 needs to be three also which this is like the conservation law also when you transport from x1 which means that you need to go through the e2 which means it's the x2 so it's natural inflow equal to the outflow here so after we define this capacity requirement customer demand requirement and requirement for conservation law here we'll do we'll calculate the feasible solution by using by using the exhaustive method which is this uh approach is using the brute force function if you know brute force then you'll know how to do this and for the brute force like you just go through it's node and to find it's a possible requirement which meet these requirement and it will generate the result in and it's find out for x1 s2 x3 and s4 it's generate four feasible solution here and which is x1 is three three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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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three and two two one one and one it's just like a simple method of brute force for the graph and like in the step two which i've already need to satisfy need to be satisfied the theorem one lemma one lemma two and equation seven so it's just the comparison whether there is a redundancy in the uh in the solution which like uh maybe it was uh the author will saw in the multi-time window when they generate the feasible solution it's uh find out there's a duplicate solution there so it needs to be omit in this step after we omit it in this step we'll do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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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and it's also to omit the redundancy and after we and it satisfied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s then it will come out to the step four to calculate the uh dmp solutions which is uh meet the time window requirement so in here the case is assumed that the et4 and lt4 is zero et4 is mean that in the sling node for the lower limit requirement is zero because uh when the things from from source to sync have been transport there there's the last node so there's uh no any other waiting time there so no delay will be happen there and the lower limit we can choose it to zero and also for uh maximum limit is 25 so there's only like the customer want to pick up the items there so we consider f25 and as what have been stated in theorem 2 and lemma 3 in lemma 3 we need to break the processing road into two for the first solution which is from e1 e2 and from s2 e3 e4 and s3 is e1 e2 yeah it's just like a simple in simple in simple way which is like uh e1 e2 it means for um e1 to e2 and it's uh generate three three and here's zero zero so we only uh go through the one two and four to transport the packets and from here is just uh we will use the x1 as the example and for the dmp solution which already uh break through the processing roads which is e1 and e2 so we will uh calculate the arrival time from node 1 to node 2 and just from the c11 and the arrival time is calculated being 10 and because in node 2 we not assume any lower time limit here so we can just assume the process time will be equal to the arrival time in the a1112 which is equal to 10 and professor i would like to ask uh whether this calculation is correct in the paper or not because i figure out the calculation here is a little bit error so it's uh because in here it we need to satisfy uh uh process time of c241 or the windows processing sign if it's uh fit here so it's in here it will uh get through here it's being yes oh and we just assume this correct and we'll continue here and we'll choose uh using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26 and it's not meeting up the uh solution here and um so the final result will be because this is 26 and this not meeting up the time windows demand here so we assume this as an invincible solution for the time window limit an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fagi role library that have been provided here as the role base for the reliability time let's start normal and long and reliability for the flow which is low normal and high and to get the if we get the reliability of flow of low we'll get the reliability time of short and it's get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so let's uh move on how to implement this in numerical way so for the possible solution now left is s2 s3 and s4 so there's only three feasible solutions with the flow and time and i will only uh do the explanation for s2 which is from the uh s1 flow time is no problem s2 with 0 and zero so for the fagi here we need to uh substitute all the b1 till b3k here so it's like one 1.5 and three and we see oh oh we are in pet 36 now professor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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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okay we continue it okay keep going how long do you need to do that oh oh uh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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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now we propose the question for uh this equation i think that's the type of it's a type of error oh it's type of error okay okay this paper is from my student so maybe um um it didn'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on this equation so he made some um very small tabl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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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okay and we will uh five more minutes sorry so we assume this uh equation is fitting the uh the process time of c13 and it can be the in feasible solution for s11 right right sorry are you asking 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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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your question is that if you change to 23 what will happen is that righ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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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t's it's mean that the x1 is being the feasible solution so in the last part we will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here is it uh yes let's go ahead okay just take the 23 the one you take it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oh just keep just use the same one uh in the in the paper oh yeah yeah i'm using the same one in the paper okay okay how much time do you need um maybe oh maybe like 10 minu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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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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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oh we will we will speed up the process her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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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or the uh fudging reliability i assume that you can already calculate it so it's generate the reliability of it's up here and here's the reliability of it's r so it's just like doing the defectification and from the step six is uh like we just only calculate the x2 reliability by uh multiply all the reliability that we have being covered here and we'll do the final reliability just doing the fuzzy intersection calculation here and it is uh 43.26 percent of reliability of meeting the user demand so it's mean that this uh network is uh like yeah maybe we can assume it's reliable so for the multi-time window and multi-service network here is the difference here is just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sync node here is in not seven and not eight which is the demand is d1 and d2 is one two and in the not the demand is over d1 and d2 is two and one so this is just the basic arc and this is just skip it and this is a capacity requirement which i have both here and the demand requirement here needs to be uh satisfied and also the conventional conservation law here and doing the assertive method uh method here and doing the initial feasible solution here and after doing the in in uh the uh feasible solution here we'll do the company the redundancy test and after we omit all the duplicate here right three thre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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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which i have a duplicate one two and three and is three times here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the uh to omit the redundancy here for the physical solution because the first function is sometimes can generate a possible solution here and for your checking using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here and is uh applied and it'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s and we will go to break through the tim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the process into e1 e3 7 e2 e5 7 and e1 e4 8 and e2 e6 8 from so the network here oh here this is the network you can imagine the solution here here this uh this uh this is the s1 solution this treat the three thre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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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three and we break through into the e1 e3 e7 like this uh we go through on uh like that first is simple okay and for uh we're choosing the s1 here and it's need to satisfy the arrival time and the process time mirror and this is the calculation of uh s1 here and we find out that s1 is not in the time window limit so it's an invisible solution an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iability of sr and we figure out in the paper also that there's missing the s4 her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uh reliability of each arc and we'll do the calculation just as the same construct the fagi system and doing the reliability uh reliability uh uh inference and doing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we'll multiply its reliability here after we obtain it we'll do the fagi intersection calculation here and it's we find out in this uh case of the multi-time window and multi-service network uh proposed by this author the problem is just only 0.05 percent variability meeting the user demand this network can hardly meet all of the user demand and it's necessary to discover the cards of the problem and for immediate improvement so uh the improvement is needed for this network yeah and the conclusion for this uh from this author is these studies use the two focus of the time window and fuzzy theory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reliability network and it's defined a set of states with different uh so that the art will have uh different realities due to the difference current flows and it's fully expressed the real network used in the real world which require more detail on time as reliability can change due to the difference change and it also shows us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overall network reliability because there are several parts of the network were in high load state so like for the multi-time windows and multi-service network here it's just because of uh highly in demand it will decline the overall network reliability and for the future work that's being proposed by this author maybe they will uh establish a prototype and successfully solve the real world problem and more factors will be considered to strengthen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o be more in line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so and in the further they will do the analysis of the past data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the 5g function so they can build the 5g rule base itself and that's all from us and good day everyone thank you is there any question thank you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ah and can you summarize shortly the whole process for for example you in this paper inputs the network graph uh-huh and then find at dmp first uh-huh yeah and what's then oh they use fuzzy number to describe what and what's the final output so the question is the how to do the uh from from the network uh that we have input here so uh the uh like from the network uh after we input the network here we'll do the calculation for for each part uh from each part uh from each part uh from the demand which we define the role first like in the experiment we define the we have the road to remain the firstly is the network reliability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fuzzy number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 time window and the output we will give either uh reliability from the single or from the multi method yes i know you have you have need to compute reliability for i want to know why why they use we use the fuzzy number because it's a more like a simplicity way of thinking and also the fuzzy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obability the fuzzy is using like more uh calculate all of the uh the situation rather than like the probability is just only like in some case of like let's say a simple way of thinking for uh the probability to pick uh there is a 10 bottle of uh bottle here and there's a three of water and seven of milk and the probability of taking meal is like uh uh 0.7 which is 70 percent but the fudgy reliability for taking the uh battle which is described by the fudgy if the 70 percent of the uh meal have uh the battle containing meals which mean that every battle have uh 70 percent and it's also applied here they use fudgy because uh it's kind of calculate all the possibilities t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twork maybe that uh some traffic or some accident will happen in the network and it will cause the overall network variability to be declined or maybe there's two like uh th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when we want to transport from the like in taiwan not we will want to go to the american not will go to many relay right and in the many relay there may be a demand or service provider there is packets that need to transport there so we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and to know how really reliable this network is okay you go ahead and what is the final output after all the procedure you mean the final output i think it's the reliability here the r final here to ge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user and we know how really how reliable this service provider is okay and got it thank you is there any more questions yeah um because you spend too much time on your presentation so maybe we need to cut your presentation now and let me make let me make a quick summary first one this paper includes a lot of things uh for the neuroreliability especially the the one is very difficult in neuroreliability and the failure so uh it'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paper so do you honestly do you understand all uh uh methods in the paper uh some of the method uh i'm only grabbing the outline and like some of the here in the reliability of it's hard here i know it's uh the calculation from the projection in here and we calculate the using the uh where is it the y function is it why i think when we're doing the main area method integral integration to get the y and we'll like more like when in right if you are if you are interesting on this problem welcome to join my life because my life is playing around this problem okay um now later uh uh dr uh she is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use the r language and to you uh implement this package to run some problems okay uh okay so i will cut the self-reliability and thank you and then you have to go back to r studio because we only have 30 minutes so 所以我直接教 R裡面用發自一張本套件 等我一下哦 我先拍啊 我先拍啊 好 我先拍啊 好 哦 我先拍 algo 我先拍 um 我先拍 ال啊 大家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我先看一下講義 講義主要都是在說 RStudio的基本介紹 然後回去大家應該 有安裝第三頁投影片的 至少要安裝這兩個軟體 RProject和RStudio RProject是R的基本背景程式 然後RStudio是它 你使用R的時候 比較容易使用的介面 然後JDK8這一個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裝 這個主要是在用讀取 eSale的XL SX副檔名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的電腦可能需要這個 這個來輔助 那我們助教有申請一個帳號 你可以用這個帳秘來下載 首先R 等一下喔 首先R有四個畫面 應該說四個區塊 左上角 左上角 是你打你的程式嗎 操保 就叫我看不到你的畫面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畫面 網頁 網頁嗎 不是PPT 不是PPT 等我一下 再一次 這樣呢 這樣有看到一個PDF和一個程式嗎 有了有了 我剛剛按錯了 不好意思 我再來一次 首先我們回到第三頁這個 這個是安裝的環境 前面兩個一定要裝 你才能順利的執行R 然後下面第三個是你可以選擇要不要裝 第三個是用在eSale 有一個附檔名 XLSX讀檔的時候 你的電腦如果太舊 它可能需要這個環境 或者是有些電腦 它也需要安裝這個 然後我們助教有申請一個帳密 可以使用 然後接下來介紹RStudio這個軟體 它是你執行R的時候 你可以比較客製化使用的一個介面 那它總共分四個區塊 左上角是你打程式碼的地方 你打草稿的地方 然後呢 左下角是控制台 你打程式碼 你讓它執行之後 你的結果會顯示在下面 或者是 或者是你直接在下面打 但是你一打 你按Enter它就會執行 它不向上面 你可以留著你的草稿 那 右上角 是你的 你整個R 你儲存了哪些變數 那我這邊有AB 就是 我之前有執行 我有存兩個變數 A和B 那等一下你們會試跑看看 然後呢 右下角就是很多的功能 都在這裡 第一個地方是設定你的檔案路徑位置 第二個地方是如果你做圖的話 圖會出現在這裡 例如 畫一個圖給你們看 然後你會看到 這是一個三角函數 它圖就會出現在這裡 那第三個視窗是 你的套件的安裝 像我們等一下我們要安裝這個 Fuzzy Numbers 你可以打程式嘛 用這一行 安裝這個套件 你也可以在這邊按 Install 然後打上這個 Fuzzy Numbers 然後讓它安裝 然後因為我已經裝過了 所以這邊我就不安裝了 然後大家可以先安裝 然後HELP這邊 你可以查詢它的套件說明 然後你滑到最下面 它有每個參數的說明 像這個是 這個繪圖指令它的說明 然後你沒有一些參數 然後你滑到最下面 它會有一些例子 你可以直接複製使用 那最下面 第五個沒怎麼用到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主要是前面四個功能 然後這是這 R的這四個介面 然後剛剛有提到要安裝套件 大家就可以先安裝這個 Fuzzy Numbers 然後這份講義其實 裡面是在教 你怎麼讀取 Excel的檔案 像這個是Excel的一個 副導名 然後它也是一個套件的名字 那還有一些package 像這種 這兩個 是有關 你要讀Excel 這個副導名 你需要安裝的 如果你們需要用到Excel 你們可以再使用就好了 然後這些只是參考 就是有一天 如果你們要從Excel 讀資料的話 你可以參考這份講義 那其實R裡面它有內建一個 指令 它並不需要安裝套件 它是讀CSV檔的時候 所以我建議你們的Excel 都用CSV檔 讓R讀取就好 那這個函數就是 ReadCSV 那這裡就是你的 CSV的檔案路徑 那你可以注意 它的路徑你要改成 反斜線 或者是兩條斜線 然後你的Header就是 你的Excel 開一個Excel 這個就是你的Header 就是 你要不要假設 你有 你有你的標題名 如果你這邊寫True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讀進來 那如果你這邊寫False的話 F5 它就會 它就會認為你這是第一行數值 所以它就會從這邊開始存 但是如果你寫True 它就從這邊開始讀數字 然後它會把Header留下來 然後Saple就是說它分隔 然後CSV這個檔案 是用逗號分隔 所以這個就寫逗號就好 然後這些是一些 R的小功能 例如這裡這個註解 它是說 你可以把文字註解 你打個緊字號 它就會註解起來 那你要怎麼多行註解呢 多行註解 你選取這裡 選取 多行 按Ctrl Shift加C 它就會一起註解 你再按一次它就取消註解 那這個Ctrl L 這個是指 你要 你覺得下面太亂 你要把這個 下面的 執行視窗清掉 那這個是比較常用的功能 那另外一個Ctrl加E就是 你的滑鼠現在在這裡 然後你要回到 回到這個草稿的地方 就是你不想動到滑鼠的話 然後這些四個實用的功能 各位可以留著當參考 那接下來要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點 模糊數 然後我就把它講印關掉 因為用不到 不過最後一頁我講一下 我們這次會教的是 Fuddy Numbers 簡單的操作 然後包含的是畫圖 運算 還有AlphaCut 那下一次可能 下一次可能 下一次預計會教Fuddy HP 或者是其他的應用 然後下一次十七課的時間也還沒有定 所以 這次主要是Fuddy Numbers 然後大家現在可以打開R 你們的R 首先要安裝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 安裝方法 你可以打 這一行 或者是在 Packages這裡 安裝 然後 然後 這個R檔我有上傳到 ILMS 大家可以下載直接打開就行 然後怎麼執行呢 你的滑鼠 你放在這一行的時候 你可以按 Ctrl Enter 然後按 它就會執行 不過我已經執行過了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按No 然後你也可以選取這兩 你也可以選取 用選的 選這幾行執行 你可以按Ctrl Enter 它就會執行這幾行 如果你要全部執行的話 你可以按全選 你可以全選 Ctrl A 或者是你按這邊Run 它就會全部執行 然後接下來 我們安裝好了 可是我們還沒有 辦法 使用這個套件 因為我們還要 讀取它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現在看到右下角 這裡有個Package 我們安裝完之後 這個Package 它就會出現在 這些地方 供你選 你安裝好的時候 它還沒有打勾 你要打勾它才會 知道你要使用這個套件 所以你現在就是要把它打勾 那你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 在這個介面中 打勾這個套件 或者是 你打這一行程式Library 它就 然後讓它執行 它就會幫你打勾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Finding Number 在這裡 你不相信的話也可以再試一次 把它勾掉 然後再讓它執行 它就打勾了 所以看你要在這邊打勾 或者是用這行程式 那首先 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就來 看一下三角函數怎麼畫圖 三角函數 這個是一個函式名稱 就是一個Function的名字 然後 它輸入三個參數 就是 它最左邊的點 中間的點 和最右邊的點 如果沒有用過成R的話 我來說明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指說 三角函數的三個參數 分別是1 2 3 然後 這個X是一個變數 你要把它取名做其他的名字也可以 這只是我取的一個名字 然後呢 它意思是說 你把這個三角函數 儲存給R這個變數 所以 以後 你只要打X 它就 代表 是你現在的 這個三角函數 那你現在可以把它畫出來 畫的紙巾就是 Plus 然後你把這個變數放進去 你就可以畫出一個三角函數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設的參數1 2 3 1在這裡 2 在這裡 3 在這裡 那它的 Y軸是0到1 這是預設的 你也可以改 不過你就要詳細看這個 三角函數它的說明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畫T型函數 這是T型函數 T型函數 只有 四個 參數 可以看到 0 1 2 3 看一下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等一下 下面 然後呢 在這邊補充一下T型函數 它 會等於三角函數 當你的 當你的中間兩個點是一樣的時候 這個T型函數 就會是三角函數 因為它兩個點充電 好 然後後面的例子 為什麼我要說明這個呢 因為 有時候你做研究你會選擇T型函數 而不是三角函數 是因為 三角函數只是一個 只是T型函數的特例 然後後面我們也會用T型函數 繼續做示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加減乘除 的運算 很簡單 像 AB是兩個三角函數 在圖上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把它加起來的話 也可以畫圖 其實它是這樣的 只是我把它打在一行 A加B的話 三角函數 它會顯示這樣 那為什麼它這樣顯示呢 Support的意思是說 它的 最左邊的點跟最右邊的點 然後Core是它中心的點 然後這是T型函數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中間的點 就是33 因為像加之後 那你這樣看不容易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 最左邊點是1 然後中間點是33 因為它本來是T型 後來它變三角形 因為它中間點一樣 所以它變三角形 所以它變三角形 然後最後邊點是5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 在表示這個三角函數 的表示法 然後你剪的話 你也可以畫圖 你可以單獨之形 A-B 然後再把它畫出來 標的綠色的 現在大家注意 這裡有個問題是 沒有辦法執行 成和除的 這是為什麼呢 回去這個是大家的作業 大家可以去查詢一下 原因是為什麼 目前我看說明書它的原因是說 它不存在 成法和除法 在這個T型函數 但是它沒有說原因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後但是另外一種方式 它就可以成跟除 你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結果 這A-B也是兩個模糊函數 然後它畫出來是這樣子 就它不是三角形也不是T型 然後它可以加 也可以點 成除 然後它是透過這兩個函數 然後這也是你們的第二個作業 就是為什麼 這個可以成和除 上面那個不行 可能跟我們教過的某些原理有關係 離散或是連續 然後這個函數可能做了什麼轉換 然後這邊就大 這邊大概就是運算 然後接下來就是交最後的地方 AlphaCut AlphaCut 首先我們先 看 看一個例子 例如這個A三角形 我先把它畫出來好了 不是 A T型 然後我們 如果設Alpha是0.4的話 那麼我們 我們在之前的 課程講義中 Alpha得0.4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切一條線 然後算 這兩個點 的高度 那這個在R層次裡面很簡單 你就設Alpha得0.4 然後套進這個AlphaCut 把這個 螢虎函數放進去 把你的Alpha值 放進去 那你就會得到 我還沒執行Alpha 然後 你就會得到 它的值是什麼 你就會得到 它切在這裡的時候 它的座標是1.4和3.6 那我畫出來 就是這兩個點 就是它你只要一行 它就算好了 1.4和3.6 這是它的座標 那這就是整個模糊看數 我在這裡面可能沒有教的就是 這個繪圖的功能 你們想聽嗎 還是你們覺得沒什麼關係 我講一下好了 還有一點點時間 欸 在畫圖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會產生一張畫布 像這個Plus 你下這個指令 它就會產生一個完整的畫布 那我畫A的 我寫A的時候 它其實讀到的是 A這個函數值 就是你這個 圖的 圖的這些線的值 可是它不會讀到 可是你沒有給它 旁邊的指令 例如它的框 要怎麼什麼樣的框 你的值你要怎麼分佈 你其實沒有給它 那這些都是預設 然後你全部都可以調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Plot 一些基本的 函數 你可以打問號 那你可以選擇 例如你輸入一組123 像這個Type 這是它其中一個函數 這是它其中一個函數 先說aks好了 k就是它的 你對應aks 你對應aks 走 你的值 和你的y 走的值 你要給它 然後你可以輸入一組向量 你可以輸入1234 然後y輸1234 它就會畫出 一條斜線 1234的直線 然後Type就是你畫這個圖啊 你要用什麼方式呈現 你可以用 只畫點 你也可以只畫線 或是 點跟線都畫 那還有其他的 那還有一些詳細的設置 這個main就是你要不要這個圖的標題 然後你要不要指標題 然後你的一開始走 的名稱 然後這些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我是怎麼把點晃上去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plus 一開始我只畫了 不是alphacart 我畫了七型函數 然後第二次我再畫點 這個plus 是一張大張的畫布 然後呢 它下面會有很多字函式 就是 附加的函式 你可以在這個畫布上面 再加一些點 再加一些線 那這個就是加一些點 那這個點呢 我畫的是 我把alphacart 把alphacart的這兩個點放進去 那我為什麼這樣放呢 因為alphacart 這個是 它會讀取兩個值 1.4跟3.6 所以這就是x的值 1.4跟3.6 那y的值 y的值全部都是0.4 都是alpha 都是alpha 所以我都給alpha alpha 然後p 這個是點的形狀 16是實心圓 那1好像是中空圓 那1好像是中空圓 不過你要衝畫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改點 然後這就是 今天整個內容 比較讓大家基礎認識R 很模糊素的 這個套件 有人有想問的嗎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喔 好 好 謝謝大家 然後大家 今天的報告 記得 有需要修改 記得重新上傳 作業 作業 對 要寫原因 然後還有 喔 我作業已經上傳了 主要是要寫 為什麼不能用 然後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這是第一題 Python有沒有 這件事我沒有去查 不過 你可以去查一查 再告訴我 哈哈 你可以附在作業我就會看到了 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那我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有要考試的人 下禮拜要考試喔 我們考試時間是下週 那選期中考的人 那下禮拜記得要來考試 那那個考試地點我們會不會再 我們會再公佈 那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大家下課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下課吧